妈妈这就是博洋湖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它曾经不是最大 反超了洞庭湖成为最大 现在是汛期 所以就有这个栅栏 拦着不让游客下去了 等到了11月份的时候 入冬了 这个水位就下退了 退到那个湖的那边了 说这个湖边上全部都是这个平地了 很多人就可以来这里溜达了 甚至可以在这个湖边去搭帐篷 吃烧烤 大家知道这片湖 发生过什么样历史上的故事吗 三国当中的周瑜 就是在这里训练它的水兵 这里是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里还发生过水湖传的故事 大家知道吗 博洋湖上陈干府姓饶修 五河之水下街五国第一大河长江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名人抒情感慨的地方 王伯的腾王阁系中有约 渝州畅晚 香雄彭黎之兵 描述的正是博洋湖上 渔民捕鱼归来的欢乐情景 山沧沧 水茫茫 大姑小姑江中央 是苏氏在李思迅划长江绝岛图中 对这片湖的描写 博洋湖我们只是路过打个卡 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欣赏吧 现在是1点20 我们来到了白鹿洞景区 这里是白鹿洞书院 白鹿书院始于唐 甚于宋 言于明清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布局考究 伟大四合院的建筑群 第一个院子是仙贤书院 大家来看一下 贤字的繁体字 上半部分是中和臣 古人对贤财的考核标准 首先你得是一个忠臣 忠臣才是对国对民有责任心的 今天的游客特别多 我和老妈得紧跟着人群 紫阳守直单柜 紫阳是大教育家朱熹 我们在书院里发现了很多 和柜有关系的东西 这呢是来自哲贵二字 是对学子们的美好起源 那么朱熹和这所白鹿书院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教育学家 朱熹 他的身高并不高 只有一米五多 据说呢 这个画像呢 是朱熹对照着铜镜 自己画下来的 而现在这个呢 是大清光绪年的时候的一个 呃 等于是一个灵魔品 这书院原本是唐代李伯兄弟 隐居读书的地方 院内养了一只白鹿 取名白鹿书院 若干年后 书院无人打理 破败不堪 朱熹便向朝廷和社会各界 发出了倡议 重修白鹿书院 朱熹就成为了首任院长和导师 在这里传道授业 结获 包括陆九渊 也曾经在这里讲过学 我们现在就去找一找 那只传说中的白鹿吧 院子后面真的有一个洞 叫做白鹿洞 那只白鹿就在洞中 它可是已经有五百多岁了 是后人无意中 从地下挖出来的 现在又把它请回到了洞中 这才是它的安乐窝呢 大书院里含套着小书院 紫阳书院里有一尊树像 是白鹿书院的第二任院长 大家来看看 这是哪位高人呢 他就是当代人 相当崇拜的新学大师王阳明 书院的这幅石牌房 就是灵溪门 好迷你啊 灵溪门一般会出现在孔庙里 并且配有壮业桥 在白鹿书院里 就有一座迷你版的孔庙 这边是李拜孔子的李圣殿 古代的书院里 李圣殿也是一座标配建筑 白鹿书院大概就是这些了 书院这样的文化景点 我们还是要多来看看的 读书改变命运 是科举自随开创以来 底层老百姓走上仕途的光明大道 特别是江西 历朝历代 那都是出雪霸的地方 一千多年来全国诞生的近世有十万余 而江西就占了一万一千多 像朱熹 黄亭坚 王安石 文天祥 谢静等等 都是江西人 妥妥的才子之乡啊 你知道江西还有哪些大文豪 大人物吗 武郭的花朵呢 这源源不断的走向白鹿 从书院 我们现在要上三叠圈了 三叠富 三叠圈 上是四百五 下是二百 称分量一斤八块钱 一斤八块钱 按八块钱 您算了 您得多少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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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